月亮从来都是高高挂起 遥不可及 但是这天云黎却近距离接触到了 那是在一个下雨的晚上 看到傅时泽的那一刻 云黎心跳加速脸发烫 因为他似雨天的月亮 散发出来的光芒明亮 而独特不容忽视 深深吸引着云黎的目光 一切还要从云黎来到南无时说起 作为一个视频博主 他受邀体验EO的活动 并给他们拍视频宣传 说好的机票时速全包 但因为飞机晚点 那边负责人也是个不靠谱的 导致他等到凌晨两点也没人来接送 所以云黎很郁闷 想要发消息骂人 但想想还是算了 这样会显得他太凶了 不过生气在所难免 明明他是过来探店 给他们做预热宣传的 如此待客不怕他给差评吗 忽然有人和他说话 是一个帅气的男生 询问他过来这里的意图 云黎立即竖起警戒拒绝 不用了 男生听完一脸懵圈 见对方还不走 云黎只好解释 他在等人不住酒店 说完两人大眼瞪小眼 场面一度尴尬极了 原来男生只是被他吸引 单纯过来要个微信的 世界大乌龙啊 都怪机场拉客的人太多了 小插曲无伤大雅不在意 所以 微信可以给我了吗 真是压力山大 这一下就算他不想给 也不好意思拒绝了 只能乖乖献出二维码 但看见这个微信名 说他不是拉客的 云黎表示 信你才有鬼了 于是 趁着男生说话的期间 偷偷摸摸从他身边往大门口走出 男生听见响声 看到他走了很是惊讶 终于反应过来 说他不是坏人 他是看到云黎的对话框 刚好一欧开在他学校附近 但是这下云黎不管是真是假 他都不愿意再和他有交集 笑着谎称接他的人来了 男生也没有怀疑 还说一欧是他哥开的 约下次见面 云黎表示一个标点符号 都不会信你的 正好这时 负责人发来消息 重新给他安排人过来了 告诉车牌后 一个劲的说抱歉 对此云黎终于安下心 能来就好 也就不计较了 很快 一盏刺眼的灯光照射过来 车牌在雨水朦朦中隐隐浮现 从车上下来一个 身穿黑色戴衣帽的男生 车主长得一副冷艳又帅气的脸 据说颜值比桑岩和段家许还高要 此刻云黎看着他小鹿砰砰狂跳 但对方二话不说 把行李箱拉走 云黎还想拒绝自己来 但对方只留给他一个背影 云黎只能呆呆地说谢谢 在把行李放进车尾箱的过程中 男生的衣帽突然脱落 如果说刚才是惊艳 那现在就是沦陷 看清他的全貌后 云黎好像看到了雨天的月亮 是那么的明亮吸引人 直到听见关门的响声 才把发呆的云黎惊醒 目之所及 心之所向 身之所往 云黎在他的视线下 不自主把伞递过去 帮他挡雨 男生若有所思地看着云黎 而云黎的羞涩撇过眼神 不敢和他直视 最终他还是亲自把伞饼倾斜回去 戴上他的衣帽 说出今晚第一句话 不用了 面对喜欢的人时 许多人都会感到紧张 因为喜欢 所以在乎自己的形象 此刻坐在副驾驶的云黎 感觉浑身不自在 车辆里无声的寂静 让他觉得快要窒息了 明明以前坐后排装死 到下车都没问题的 于是鼓起勇气 感谢他深夜过来接人 结果对方吸字如今 冷冷回了一个摁 见云黎没反应 才问目的地 云黎听见他的声音 心中一跳 连忙坐直身体整儿 巴金地报了酒店名 然后对方又是一个摁 这真是一块堪比西伯利亚的大冰块 别说五热了 不被他冻死就很不错 但是这颜值 好像值得他冒个血 察觉到云黎的视线 男生缓缓动了一下眼眸 当场被抓包云黎心虚的一批 等去到目的地后 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云黎压根不敢再看过去了 不过男生并没有多在乎 将他送到酒店门口 便转身离开 云黎心中不舍 同时露出担忧的眼神 看着雨水不停地落在他身上 丝毫没有犹豫把他喊住 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朝他冲过去 男生听见声音 疑惑看向他 感受着他的视线 云黎的小路又开始蹦跌 以下雨为借口 把伞递给他 同时为了掩饰意图 说他明天去一欧拿就行 可男生一动不动 明显说他不需要 可已经给出去的心意 怎么可能收回 所以云黎只当谢礼 直接放在车上 便转过身 慌张跑进酒店 只要他跑得快 就听不到他的拒绝了 而男生仍然没有动手 而是静静看着车上的伞 等到云黎进入酒店后 满怀希望缓缓回头 寻找那个身影 此刻车子已经开走 原本放在车盖上的伞 也没看到 云黎当即松了一口气 露出欣慰的笑容 拿了就好 累了一整天 躺在床上那一刻 得到了释放 回想起今晚机场的谚语 云黎面露桃花充满了憧憬 带着对男生的爱慕 进入了梦乡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主人公是梦到了 但是好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梦中 男生带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突然传来另一个男生 得意的笑声 在机场对我那么防备 没想到还是被拐来了吧 他可是我们这个犯罪团队的头目 人生地不熟 又遭遇拐骗 云黎害怕的精神恍惚 偏偏对方还是冷眼看着他 所以云黎下意识后退脚步 转身快步逃离这个可怕的现场 只听见扑呲一声 他的胸口出现一把伞 就是他送给男生的那把伞 如今却成为杀害他的凶器 千万不要在人背后说坏话 如果真要说 记得检查附近有没有人 因为真的很容易被当事人一逮一个准 当天晚上 云黎竟然梦到自己被心仪的男生暗杀 立即被噩梦下的惊醒 随即后怕猛地坐起身 久久不能回神 反应过来只是一个梦 这才长出一口气 只不过这梦真是离了个大谱 恰好这时负责人发来集合的消息 时间充裕 足够云黎好好收拾一下 来到现场科技感十足 体验人员已经基本到齐 迫不及待想要体验 在何孟佳给大伙做介绍时 云黎正在编辑视频相关的信息 突然手机弹出电量提示 才发现他昨晚忘记充电了 于是找何孟佳帮忙要个充电器 偌大的店面充电某问题 让你宾至如归 无受租电器 发楼米 这就带你去房间充电 贤人免禁四个大字 为你量身定做 看似空无一人的房间 让云黎安下心 完成任务的何孟佳便出去了 好戏要上演了 这边云黎刚冲上电 闺蜜邓出起 便发来消息问平安 云黎说她昨晚差点死了 把闺蜜吓得 立即一个视频电话杀过来 还以为出什么大事 听到只是做了一个梦 闺蜜安下心说了的笑话 安慰云黎 随即好奇询问 昨晚梦到了什么 于是云黎便短话短说 说明情况 邓出起听后 一脸惊恐 窃出去的伞便夺命刀 这可不是个好一头 得赶紧把它拿回来 脑海中浮现 傅时泽拿着折叠伞的诡异画面 云黎赶紧挥挥手打散 之后便和闺蜜说两句 把电话给挂掉了 突然一阵衣服摩擦的声音传来 云黎心中一跳 不会有脏东西吧 寻着声音的来源寻找 发现沙发上原来躺着个人 而这个人 正是在梦中对他行凶的傅时泽 云黎心虚的一批 糟糕 背后说人坏话 被逮个正着 傅时泽这时缓缓睁开双眼 两人视线对接那一刻 不是 看着这把伞云黎大笑伸手去拿 之后装作若无其事赶紧开溜 不过傅时泽 可不想背这个锅 你这是折叠伞 没法杀人 云黎听见声音 整个人定住 随即僵硬转过身体 尴尬地看向他 因为纸柄的才有可能 看来云黎还是个好学宝宝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能询问挑选什么样的才好 他的脑洞 着实让傅时泽障儿摸不着头脑 云黎这才反应过来 他说的什么虎狼之词 赶紧补充说 他以后避着点买 买什么样的 也无济于事 你这小胳膊不够力 关键他还回了一句多谢指教 这是什么人间地狱 他好想立马原地消失啊 如何引起一个男人的注意 激将法了解一下 云黎当着傅时泽说他坏话被抓包后 觉得无比的尴尬和射死 所以看到他和另一位合伙人 出现在会场里 打定主意要躲着他不见 但云黎的不对劲 却被老板徐青宋敏锐察觉到 随即若有所思 看向身旁的傅时泽 男人的直觉告诉他 这两人一定有奸情 逃是逃不掉的 毕竟大家都在一个会场里 何况现在还有徐青宋从中作梗 所以云黎架好设备 想要体验项目时 等了很久都没工作人员来帮他 怎么会没人呢 万事俱备只欠傅时泽 徐青宋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听到云黎说要体验项目 当即搭着傅时泽的肩膀使欢 该干活了 但傅时泽是谁 如果不是他乐意 就算皇帝来了 照样不想动 直到听见云黎嘎笑说要拒绝时 身上的劣根性觉悟 傲娇转过身走过去 你不想要 那我偏偏不如你愿 拿起设备弯下腰 亲自给云黎穿好护具 看着他突然靠这么近 云黎心跳加速开始紧张 但傅时泽一心只在设备上 并没有留意到云黎的模样 让他坐上悬浮椅子后 便仔细检查设备的安全性 让云黎原本害怕的心情平复下来 可徐青宋突然冒出一句 挺好 第一次上手就游刃有余了 顿时让云黎的心 提到嗓子眼上惶恐不安 明明傅时泽把云黎的害怕看到眼里 却故意装作新手的模样 调戏云黎 在云黎询问 如果安全绳没有绑紧 会不会摔飞时 他却一脸无所谓回答不清楚 随即敲了敲他身上的安全扣 兴趣满满盯着云黎询问 你想试试吗 试你个大头鬼 都要被你吓死了 看到一出好戏的徐青宋 心满意足 这才圆场子解释 他是开玩笑的 随即训斥傅时泽 不许再吓唬人 便去看其他项目去了 至此他才正式协助云黎体验项目 戴上眼镜后 云黎看着画面有些糊 于是傅时泽便附身下去调试 看到画面那一刻 云黎这才安下心笑着道谢 但很快 他发现不对劲 因为他在耳机里面听不到声音 所以当座椅启动那一刻 害怕极了 不过很快就被空中悬浮的快感征服 直到完成还意犹未尽 当他跟傅时泽反馈这个问题时 经过检查 原来耳机又声道坏了 至于云黎为什么会听不到左声道的声音 是因为他的左耳天声就听不到 尽管云黎以他紧张为借口掩饰 可他的不自在 骗不了人 傅时泽还是察觉到了 什么性格的男生 会得女生喜欢 心思细腻 绝对是的加分项 傅时泽发现云黎左耳听不见 于是在玩游戏时 体贴俯身对着他的右耳传话 本来拍摄完项目 云黎是要打算就此回 结果何孟家却要做东道主 请大家吃饭 这对于射孔本孔的云黎来说 简直就是折磨 眼看大家都兴致满满答应 何孟家见到云黎 没响声 便一脸期待看着他 顶着双重压力 云黎只好尬笑同意了 去到饭店 大伙都有说有笑 让不善交集的云黎很后悔 他果然不习惯这种场合 不过听到他们提起傅时泽 云黎立即就被吸引 听到一个女生好奇傅时泽的长相 还想要他的微信 不过被何孟家挡回去了 就在他岔开话题 想要问云黎时 说完曹操曹操就到了 两位主人公姗姗来迟 徐清颂打完招呼后 火眼睛睛环视找人 他要找谁 当然是云黎了 可怜的云黎 才刚找到交谈甚欢的对象 结果就被徐清颂 以负实则感冒为由 把何孟家强行从他身边给换走了 哈哈 就说在徐清颂的干扰下 你是逃不掉的 小黎黎还是放弃抵抗吧 但是就这么干坐着 真的很尴尬 就在他要考虑说两句缓解气氛时 备受全场关注的傅实则 终于舍得把口罩摘下来了 自然也吸引了云黎的注意力 之前因为光线案 又没认真看 如今这么近距离的24K高清画面 云黎不得不感叹 不是一般的帅 可是一股熟悉感涌上心肩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呢 以为这是小黎黎的搭讪手法 当然不是了 咱小黎黎可是一个诚实的宝宝呢 很快云黎就被桌上的美味佳肴 吸引目光 哇 吃完大餐回家也不错呢 但是从身旁传来 还有第二场的生意 云黎美丽的心情 直接往谷底跌落 不应该吃完饭 各回各家的找个妈妈 奈何身边的女生私自决定下来 还要进行传声筒的游戏 说的那一桌为第二场买单 云黎小声想要拒绝不去 但那边女生已经喊开始了 游戏是从左边逆时针传的 云黎立即担忧 看向身边的傅实则 因为他的左耳是听不见的 所以他小声开口 想和傅实则说清 但是在傅实则的视线下 本就勇气不足的情况 云黎再三犹豫 又再三犹豫 结果长叹一口气 还是没说出口 不过傅实则也没追问 因为他明白他的困境 这边求助失败的云黎 打算自食其力 竖起右耳偷听 果然是一个标点符号 也没听见 突然听到傅实则喊他过来一点 云黎很震惊 还以为他听错愣住了 看他没反应 傅实则往云黎看过去 当然 他看的是云黎的诱饵 云黎自然也察觉他的视线 他难道发现什么了吗 所以傅实则只好亲自附身过去传话了 而且还唯恐云黎听不清 这距离和摇耳朵 也差不了多远了吧 但是听到他说出一句佛经 让云黎来不及心动便呆住了 傅实则还问有没有听清 这么近自然听到了 不过后镜还是挺足的 云黎崩溃猜想是佛经吗 后面的女孩也是 同样的表情 这时云黎却呆呆盯着傅实则 猜想他估计玩跳楼机时 已经知道他的秘密了 可能是保持势不关己的态度 才没说出来的 看他这与世隔绝的冷漠模样 没有百分九十也有七八 后面还是他们这个游戏输了 在大火离席去第二场的期间 云黎悄悄把傅实则喊住 他听见声音转过身 淡淡看着云黎 你当当叫我靠近 是知道我左耳听不见吗 有些人拥有一个帅气的外表 随便一个暖心的动作 就能让人魂牵梦营 此刻云黎把傅实则喊住 想要向他问清 是不是知道他左耳听不见 明明云黎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确 但傅实则却选择装傻充乐 这让云黎感到无奈 只好再次紧张问出声 你刚刚为什么让我靠近点 他不直接问 傅实则也猜到 他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体缺陷 于是机智利用游戏规则回答 因为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去到KTV包间后 云黎等了很久 也没有见到傅实则的身影 左顾右盼发现他并没有跟来 心情突然变得失落 连他自己也分不清 是心丢了 还是不喜欢社交 这时何佳梦找他去上洗手间 出来时正好看到 他耳朵红得像滴血 而且还特别的指红了诱饵而已 当然了 心仪的男生对着他摇耳朵呢 还是这么近的距离 能不红才怪咯 何佳梦当即露出八卦的笑容 询问是不是因为傅实则 云黎赶紧慌张否认 但何佳梦没管 继续按他的印象分析 傅实则这块千年寒冰 居然这么会撩妹 唯恐他会猜出太多 于是按他的意思转移话题 你不认识他吗 原来傅实则一直是在总部工作 最近才调过来的 说起这个 何佳梦突然兴奋起来 现在店里有两个帅哥坐镇 以后上班 眼睛可以享福了 不过他有点担心 傅实则的工作能力 还有相处问题 云黎听到傅实则的负面信息 下意识替他平反 以他身体不舒服 不想说话为由 说服何佳梦了 经过一晚上折磨后 回到酒店的云黎泪成狗 至今还想不清 他为什么会跟着去KTV 当然是因为傅实则 你的心已经告诉你了 还有你此刻 想起他就脸红满足的笑容 耳根也直到现在才恢复平静 所以当何佳梦发信息问起 要不要给他订机票时 云黎并不想着急离开给拒绝了 不过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其实他是和父母吵架 才离家出走的 听到弟弟的电话 云黎没好气询问 先报名身份 你是传话筒 还是我弟 都这样说了 他肯定以弟弟的身份 云野还打算用激将法 对付云黎 但是这招对他没用 毕竟是他的父母管得太严 以前读的大学 不让去外地 现在他长大了 读炎了也还要管着 那个身影一直存在云黎的心中 两人再次相遇他 依旧不受控制 被他吸引 现在才发觉 为什么觉得他熟悉 原来那是他年少时 仰慕的白月光 时间回到云家 云黎瞒着家里 报考了外地的学校 不经知道后 大发雷霆 不顾他的意愿 专制宣布 要他重考本地学校 不然就乖乖出去找工作 云黎当即生气抗议 他已经成年了 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吗 可惜他的父亲并不接受 执意要插手 所以云黎才不得不离家出走 却苦了作为中间人的弟弟 两头受气 他想姐姐回来好脱纳 回去是不可能的了 而且临近开学时间 他想和朋友在这边熟悉下环境 弟弟听后彻底崩溃 你认真的 你真不怕被爸打死啊 云黎不傻 风头火势 当然他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弟弟这才放下心 挂断电话后他有点发愁 临开学还有大半个月 他得去租个房子 不过现在他要病除杂念 赶紧剪视频 却在视频里面 看到傅时泽和一个女生的对话 女生羞涩地找他帮忙体验项目 却被他给拒绝了 女生很疑惑 你刚才不是焦贤云老师来着 就在这时 云黎过来拿走忘掉的摄像机了 这明明就是差别对待啊 但是云黎却代入何家梦的话 以为傅时泽是关系户不好好工作 不过拉动进度条到后面 看到他们两个的画面 发现他只是没耐心而已 也不是那么冷漠 当然了 也不看看对象是谁 恰好这时何家梦又发了一些素材过来 点开看见 有一个视频特别的引人注目 居然是傅时泽那张帅气的大脸 云黎想都没想就点开了 视频开头 是他拿着遥控器操纵无人机 对于这段意外的画面 云黎表现得很意外 突然一股熟悉感又涌上心肩 而且 这次的感觉比上次更加强烈 一个机灵与脑海中的记忆对上号了 经过网络搜索出 某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比赛 视频中的队伍 是取得这次比赛的冠军 而里面意气风发的主角 是个跳级上大学的学霸 同样是15岁 他那时才上高一 成绩频频 却意外压陷 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 可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他天赋有限 被上面优秀的同学压得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 是他闯入了他的世界 成为他高中时 短暂崇拜敬仰过想要达成的目标 这个人就是南无08年理科状元副实则 是他印象中 开朗朝气蓬勃的那个少年 可是与现在的他大相径庭 他会是年少时 他认识的那个人吗 一个人究竟经历过什么 他会从以前光芒耀眼四月亮 到如今 像被蒙了一层灰尘墨而枯萎 所以在七年后 重遇他的白月光 云黎没有一丝愉快 反而为傅实则感到担心忧虑 此刻为了感谢朋友帮他找房子 作为回报 请朋友吃了一顿馄饨 朋友顺势问起云黎在体验馆的感受 自然是好的呀 又能玩又能赚钱 隔谁不喜欢 这个倒是 然后又八卦现场有没有他喜欢的博主 在会场和他通电话时都没说 那就是没有了 不过 关于找到白月光的事 他倒是想和朋友倾诉一下 毕竟当时他仰慕傅实则的事 朋友可是一清二楚的 而云黎只是说了人间月亮四个字 朋友立马就念出西服科大的那个天才状元 还不忘接他的老顶 那个你崇拜七年的校草 还把他的照片贴在墙上诚心供奉的傅实则 可把云黎给羞愧的举白气投降 既然他还记得 那云黎和他说起 在会场和傅实则相遇的事 并且将和他相处的感触晚息告知 和我记忆中的傅实则差别有点大 并且 他还在梦中用我给的散筒我哥对穿 朋友听完也觉得不对劲 他现在冰冷冷的态度 哪里还似人间的月亮 走到哪儿亮到哪儿的模样 对此云黎心中觉得刺痛 因为两者对比真的太大 朋友猜想是不是云黎认错人了 云黎也想是他认错 但心里的直觉告诉他不是的 不过朋友的直觉也很准 机智猜中他是不是还喜欢傅实则 云黎没有承认 而是心虚转移话题 让朋友赶紧吃 再陪他去商场买东西 到云黎搬家那天 他突然很想去吃炒粉干 但朋友加班 没法陪他去 而他也想着太晚就抄了近路 结果却被两个喝醉酒的混混拦住搭讪 两人明明借着酒精见色起义 故意骚扰 却还假惺惺打闹 只是想请他吃宵夜 信你才有鬼 云黎哆嗦着叫他们让他去找朋友 结果他们还想让云黎把朋友也一起叫来 这算盘珠子打得都快到他的脸上了 于是云黎假意答应他们 随即头也不回麻溜地逃跑 就在这时他居然碰到傅实则 他独自一人在街灯下吸着烟 混混看到云黎停住不跑出声 催促把他吓一大跳 于是下意识向他求救大喊 傅 傅实蛇 嗯 谁叫我 还把我名字喊错了 云黎现在小鹿乱撞 紧张又兴奋 因为傅实则不但解救了他 害怕他在于危险 竟然亲自护送 其实听到云黎把他的名字喊错 傅实则心里是有点生气 并不想搭理他的 可看到云黎焦急似兔子的求助眼神 终究软了心 没能做到视而不见 抬手示意叫他过来 至此云黎终于如是负重松了一口气 下一秒居然听到他们是认识的 心里的恐惧感又涌起 以为他们是一伙的 我的黎 你的脑洞真是太大了 小心傅实则知道就不救你了 当听到混混说 要云黎陪他吃宵夜 啥也不会干时 傅实则投一个不相信 于是把主动权教云黎问他愿不愿意 云黎当即一个劲的白手摇头否认 他感受到云黎的害怕 便替他出头 让混混道歉 混混仗着喝了点马尿 就忘了谁才是爹 轮起拳头想要揍人 想要打架 那就过来试试看 能不能打得过你爹啊 混混被他犀利的眼神 吓得心生恐惧 跟个气球似的泄了气 随即不情不愿说声不好意思 想当然他这个道歉 一点诚意也没有 于是傅实则威胁让他重说 好憋屈啊 但不得不照做 这才在大伙的见证下 正儿八经对云黎说了一堆致歉词 顺利听到道歉 云黎选择原谅他了 不过还是心有余悸 在两人逃难似逃跑后 云黎缓缓走到他的身边 诚恳说了一声谢谢 不过傅实则却来了一个秋后算账 你刚才喊我什么 云黎还没意识到 把人家名字喊错了 还傻乎乎再喊了一声 至此 傅实则又发现了云黎一个秘密 原来他紧张时 说话就会不分平翘舌 而云黎听到他亲自帮他纠正他的名字 顿时一阵羞愧 怎么自己的毛病一而再再而三被他发现了 好想原地去世 只能鼓起勇气说他不是故意的 说清楚傅实则就没介意了 不过有点疑惑 他是怎么知道他名字的 糟糕 刚才太紧张就喊出来了 脑海中立马闪现百度搜索 和听人说两个选择 前者太像变态 果断挑了后者 傅实则也没有怀疑 继续问他大晚上出来的目的 说给他听后都打算回去点外卖 结果他却问起地方在哪 云黎指了指不远处 突然他转步身说了一声走吧 听着他的话让云黎很是惊讶 随即呆呆望着眼前宽厚的背影 要问此刻云黎是什么心情 那大概就如同中了五百万大奖 感觉大差不差吧 真幸运 买个宵夜居然能碰到自己的白月光 并且他还主动当我的保镖护送 你是过被喜欢的人拒绝的感受吗 缘分让云黎重遇傅实则 所以他要抓住机会和傅实则要的联系方式 结果却被他给拒绝了 打包完宵夜 两人就这样无声往回走着 云黎想找话题打破尴尬 突然想起那两个混混 他们都不是一个画风的 是怎么认识的呢 还没等他问出口 傅实则已经完成他的任务 让他早点回家 听到他的声音 云黎下意识回答好的 可是在迈开步子的那一秒 一股失落感油然而生 让他忍不住回过脸看着傅实则 此刻商场里播放着梁静如的勇气 那一句句歌词 鼓舞着云黎的心 这是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啊 他现在就站在他的眼前 如果就这样离开了 这可能会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可是他不想就这么画上句号 既然敢想 那就该付出行动 转过身紧张地询问 我 我能跟你要个联系方式吗 傅实则闻言 抬眸淡淡看着他 云黎在他的视线下 变得更加紧张了 只能退一步 以给感冒要为由做挡箭牌 所以傅实则也没细想客气婉拒 还让云黎 不要对他朋友的事产生阴影 有你在 什么阴影都不存在 但没有你在 就没人看到他的丑态 他第一次和人要号码被拒绝了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与尴尬 只能祝愿他早日康复 便快步从他身边逃离 傅实则若有所思看着云黎的背影 他好像知道了一件事 云黎回去后心态彻底崩溃 他刚才是魔证了吗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真的好丢脸好狼狈 突然肚子事实想起打断他的情绪 随即也看开了 还是干饭重要 毕竟好不容易才买回来的 手机也恰好在这时想起提示音 是他设置的50万粉丝开播福利提醒 来得正好 他可以来个吃播转移注意力 尽管云黎已经在努力维持笑脸直播 但还是有眼见的网友发现他心情不好 云黎很有耐心 一个个回复网友的问题 唯独看到说他 自闭就开始心慌 所以在念出这句话时 又没注意口音给读错了 于是粉丝们一个劲地发评论讨论 此刻云黎脑海中浮现 刚才傅时泽也对他说过这句话 说好的转移注意力呢 怎么越逃避越甩不开啊 云黎第一次和喜欢的人 要联系方式被婉拒 除了尴尬 其实心里不多不少 还是有点委屈的 直播时又被粉丝发现 他说话不分屏翘舌 于是在给粉丝自证的过程中 带了点点私人情绪 把傅时泽给骂了 另一边的傅时泽 拎着给外公的宵夜 坐上徐清颂的车 徐清颂提议 先带他去其他地方玩玩 傅时泽还是那副冷漠的模样拒绝 不去 这让他有点摸不透了 就这性格 居然还那么多女生喜欢 找他帮忙要微信 不过埋怨归埋怨 正当他要关闭导航行驶时 却悟触点进云黎的直播间 看到云黎的那一刻 惊喜喊出声 阿泽 这不是那天坐你隔壁的那个姑娘吗 本来闭着眼睛的傅时泽 却在此刻被吸引睁开双眼 屏幕里的云黎 正在应粉丝要求 念着时泽和时泽 他看似一匹狼 时泽是一条狗 哈哈 没想到会看到这么有趣的事 徐清颂打去傅时泽 你被骂了 他说 你是一条狗 而云黎也知道说错了话 赶紧慌张远晃 这分明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傅时泽已经听出他话里的埋怨了 意识到自己闯祸之后 没多久 他便匆匆下了波 此刻云黎的心里不满羞愧 怎么就脱口而出骂人呢 人家有权利拒绝的 可他还是感到很难过 明知他对自己不感兴趣 也不可能看到直播的 他在意什么呢 因为你喜欢 所以才会在意啊 不过这个情商 他是实实在在挨到了 但是经过时间的流逝 现在他的心情已经调整回来了 还好素材之后 恰好闺蜜打来电话 云黎上来就是一句 你今天不加班吗 把闺蜜气得不轻 不过还不忘叫他一起来吃饭 可是听到还有别人 射孔本孔的云黎就不想去 奈何经不起闺蜜的一通软硬磨泡 最后还是乖乖去赴约了 还不忘把他做好的毛巾卷带来 本来他想发消息 问具体位置自己过去的 结果闺蜜却亲自出来迎接 这让云黎有点受宠若惊 原来他是怕云黎跑了 因为他的闺蜜带了两个超级帅的亲戚过来 所以有这种好事 他怎么可能把云黎给忘了 亲本猜猜这两个帅哥是谁 世界这么大 但是好像又很小 缘分让云黎又一次与傅时则相遇 这本来是个值得高兴的好消息 可是云黎尴尬的只想原地去世 此刻听见闺蜜说包间里面有帅哥 云黎只觉得害怕和头皮发麻 管他是扁还是原是帅还是丑 通通归为陌生人 他的射恐症发作 只想赶紧跑路 闺蜜立即把人拉住 秉承来都来了的原则 嘴巴更是像机关枪似的 说个没完 连个插话的缝隙都没给他留 最终还是被拉了进来 所以云黎乖乖认命了 反正就三个陌生人 装死干完饭 拍拍屁股开溜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在和闺蜜的室友打完招呼后 看到旁边的两个男生心里震惊极了 没错 正是傅时则和傅政初 一个淡定如老牛 一个露出同样意外的眼神 如老牛的那个赌气似的 收回了视线 可傅政初却淡定不了 指着自己询问 还记得我吗 两个中间人听着同样意外 他们居然认识 怎么可能不认识 他刚到南无 就碰到了他们救生 一个被他当成骗子 一个把他送回酒店 如果不是傅政初 给工作室发消息 估计云黎得在机场 喂一晚上的文字了 听到小舅两个字 云黎还以为他幻听 没有幻听 傅时则就是他的小舅 他们两个虽然同龄 但辈分确确实实 差了一大截 随即八卦的问起话 所以 你俩应该见过面了吧 傅时则当即抬眸 看向云黎 感受着他的视线 云黎心虚回避 压根不敢直视 慌张承认的同时 偷偷扯着 闺蜜的一百事宜救命 他们何止见过 要微信被拒绝 还在直播时骂过他呢 而闺蜜 也接受到云黎的信号 赶紧敞开了话题 可是后面 还是给绕了回来 因为傅政初和云黎 都是男理工的学生 临近开学要去报道 正好傅时则是要送傅政初的 反正方便就提议 把云黎一起带上 云黎听到这个消息 急得都被辣椒呛着 这样 他们不就更尴尬了吗 于是一边咳着一边拒绝 但是似乎声音太小 没人听到 反而是他被呛着厉害 想找水喝 这时对面的人推过来一杯水 听到水杯的声音 云黎这才睁开眼睛 给他水的人是傅时则 在场次的人 只有傅时则注意到他的情况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云黎被人拒绝要微信 已经很丢脸 没想到 还要在当事人面前公开处刑 对于坐傅时则的车去学校 云黎觉得不自在想要拒绝 可奈何傅政初已经拍板定案 还用不许拒绝的笑容看着舅舅 傅时则当即 看着云黎询问他的意见 真是赶鸭子上架 如今再拒绝 就有点扫兴便答应了 既然女方没意见 那他自然也就不介意 此刻云黎的心里是有点高兴的 就这样阴差阳错 他们又有了新的交集 可是看到他又恢复那副冷漠的模样 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 别管他愿不愿意了 因为你的大型社死命场面要来了 他们的话题突然提起了微信的事迹 夏丛生面露愁容 感叹自己第一次就遇到个渣男 那次是弟弟要请家长 看到他同学的哥哥长得帅 就起了心思 此刻云黎心里咯噔一声 这不是另一个自己吗 那时的他何尝不是如夏丛生这般的 这题傅政初会答是桑智他哥 可不就是 这男的说他每天都换女朋友 这个月正好缺一个 要是他愿意就给 记忆犹新 差点没把他给气死 于是晦气的让其他人继续爆料 等到傅政初说完后 夏丛生觉得没趣 就催促下一个 接着大火露出八卦的眼神 齐刷刷看着云黎 除了淡定如老牛的那个 云黎只能垂下眼眸 不自在挽着头发如实回答 熟知闺蜜设恐的邓出奇 听了很是震惊 而且还是最近的 当即紧张询问结果 同样意外的 还有那头老牛 此刻他才知道那是云黎的第一次 似乎感受到傅时泽的视线 瞥过眼神回答他没给 两个女生听完 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云黎长得还挺漂亮的 但是他们的反应越大 云黎只觉得越尴尬 赶紧安抚没事 却不知他这番强颜欢笑 落在夏同生的眼里 宛如林黛玉那般娇滴滴 他以为自己闯了祸 大笑拉扯附正出的袖子 让他一起说些安慰的话 谁让他也有份启动 只能硬着头皮开口 当然也不忘 把旁边的傅时泽带上 此刻云黎只觉得无比射死 救命 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小莉莉别焦虑淡定点吧 这是作者给你的补偿福利啊 不过傅时泽却是一脸平静询问 说什么 这个舅舅怎么连哄人都要外上交啊 要不就说对方是个gay 简直不要太离谱 他只是无欲无求而已 而云黎更是尴尬的要死 赶紧结束这个要命的话题吧 上一秒的云黎有多么的尴尬 那此刻他的心情就有多震惊 因为傅时泽的微信 他终于给加上了 可是在还没加到之前 云黎差点都要原地去世了 因为傅政初正在逼着舅舅 承认他是个gay 那傅时泽自然不肯 知晓内情的云黎赶紧尬笑原场 说他真没事 也不是第一次要微信 哎 舅舅是指望不上了 所以夏丛生干脆利用加微信来缓解气氛 正好傅政初也过来凑热闹 看到舅舅还是像个王八一动不动 姐弟俩干脆你一言我一语 挤兑傅时泽不合群 只能无语服软 把微信的二维码递出去 傅政初满意结果朝对面亮出来 嘴里还不停唠叨舅舅性格孤寡 在邓初齐添加微信时 云黎却不敢设想 毕竟前不久才被拒绝 所以这时候 邓初齐再次化身神助攻 亲自拿过他的手机 随着扫码低的一声 云黎的心也跟着咯噔一下 手机给回来时 上面已经是傅士泽的微信资料 此刻云黎羞涩凝望着他的脸 心跳声如雷贯耳 居然增加到他的微信了 简直如做梦女般 心里的乌云也跟着消失殆尽 所以后面对于邓初齐提出的要求 他全都答应了 吃完饭后 他们就去超市选购日常用品 夏丛生无意间发现 云黎捧着一堆东西 完事一圈 没有找到推着购物车的扑证出 于是让舅舅过来 帮忙拿走放购物车里 而傅士泽也是听话 乖乖走到云黎的身边 拿走了 此刻邓初齐用着惊奇的目光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敲咪咪和夏丛生打报告 我靠 你小就看着像个高岭之花 智冷空调 但是怎么还挺听话 云黎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式的 震惊不语 脑海中自动将他刚才的模样 挠补一番 好像说的确实没错呢 看着是有那么一点听话 但是也得看对象是谁 要他做什么 期间有碰到丧志他们四个 不过傅士泽却没有搭理人 对此负证出很是不满 还做事要帮云黎拿回公道 云黎表示大可不必 然而他还胆大妄为 搭着傅士泽的肩膀 以晚辈的身份 说着一堆鸡汤 交舅舅为人处事之道 傅士泽拨开他的手 冷冷回了一个 这下引起云黎的强烈注意 他居然听进去了 怎么可能呢 只见他把傅政出的安全扣解开 又是那样冷冷回了下车两个字 把傅政出搞懵了 明明是同路干嘛要他下车 因为你教的我学不会 怕挨打拖累你 把傅政出对得敢怒不敢言 乖乖把安全带重新系上 笑容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顿时把云黎给逗得不轻 女孩的笑声悦耳动听 吸引了傅士泽的目光 忍不住往后看着他的笑容 成功加上傅士泽的微信 云黎真的很高兴 可是这份喜悦 他并不敢大肆宣传 也不敢设想 达到联系方式就已经很好了 此刻又听到他还没有女朋友的消息 心里莫名觉得更开心喜滋滋的 这回三对女生来了一场舒服的夜谈 期间有聊起傅士泽和傅政出有没有女朋友 夏丛生回答没有之后 以为他俩对他们有意思 还想做没人帮忙撮合 谈起喜欢这个话题 云黎沉默不语 不敢作声 反而邓初期直言没兴趣 一个太冷 一个又太傻 还不如他的地铁小哥 对于这个总结 夏丛生可是一百个赞同 简直太到位了 不过此刻的云黎 却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喜欢上傅施泽这件事 他并不想告诉别人 只想靠自己的努力 目前加上微信 就已经成功一大步 突然邓初期 摇醒发呆中的云黎 关心询问他的工作 找到了没有 由于他在纠结全职 做博主 还是找份稳定工作 所以目前还没有找到 这个简单嘛 找份轻松点的工作 把博主作为副业 即可两全其美 并且给云黎推荐工作 这简直最好不过了 可算帮云黎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到此基本聊得差不多 也到时间去睡觉了 云黎和邓初期 被安排睡在一起 等到闺蜜睡着之后 云黎背过身 敲咪咪打开手机 从家到微信那一刻 就一直想打开他的资料看看 也只有等到现在才有机会 点开朋友圈 就像他的人一样干干净净 只有几条论文的分享资料 也许是想着多靠近他一点 忽略现在已经夜深 居然想着 和他发个表情包打声招呼 但是心里的害羞感 却又让他不敢主动出击 上下滑动着屏幕 犹豫不决 关键时刻 邓初期又一次化身神助攻 听见闺蜜翻过身 直接把云黎吓得倒扣手机 心跳声如雷惯 琪琪没发现吧 过了一会才赶回过脸 看到他睡得像蜘蛛似的 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可是感受着手机震动 悬着的心又悬起来了 果然看到手机的信息之后 他整个人裂开了 因为表情包是发出去了 不过看这个当我老婆的表情包 还有傅时泽那个疑惑的问号 满满的窒息感应面来 糟糕 他该怎么和他解释 云黎深夜误发消息 调戏傅时泽已经很射死 结果闺蜜又给了他二次暴击 你什么时候找人要过微信 孤陋偏逢连夜雨 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怎么他还记得啊 第二天下午 云黎垂垂头放弃 从房间走出 摊坐在闺蜜面前大声叹气 闺蜜以为是他昨晚认床 或者做噩梦没睡好 云黎先是摇了摇头否认 下一秒又矛盾地点头 事情憋在心里让他很难受 所以和闺蜜诉苦 将昨晚的事全盘拖出 闺蜜听完觉得他的反应有点大 于是云黎就把当晚和傅时泽的聊天记录拿出来 虽然傅时泽已经回了个恩 可云黎仍然觉得他的解释没用 害怕傅时泽误会 那就离他更远了 当晚他发现误发表情包后 心里是又羞愤又慌张 但傅时泽后面就没再发消息过来了 可怜的云黎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 从凌晨一点等到三点半 从刚开始的羞涩到不安 再到恐惧 最后直接来了一个安详躺平 睡吧睡吧 大不了就是尴尬死嘛 人生再是难逃一死 射死也算死 无所谓了 时泽内心还存有一丝丝稀迹 希望他的解释 傅时泽会相信 就是这样导致他昨晚没睡好 闺蜜听完乐得捧腹哈哈大笑 而云黎此刻却抱着头哀嚎 尴尬又射死 担心傅时泽会把他当成变态 直接抱着枕头 要求给他来个痛快 虽然被云黎逗得不行 不过闺蜜仍然觉得 把事情想严重了 既然他已经解释 傅时泽也回了消息 说明他已经接受不在意 接着又拿起手机 让云黎别钻扭脚尖 但是他突然提起 前几天云黎和人要微信的事 又给了他二次暴击 事到如今 他也瞒不住了 反正现在只有他们两个 便说了出来 闺蜜直接把手机扔掉 没想到还有这一出 好大的一个挂 不过震惊过后 闺蜜分析 当初云黎的反应有迹可循 但是兜兜转转又加上了 说明他们两个有缘分 你俩有戏 都说当局者迷 云黎还陷在那次的阴影中 于是闺蜜再次安慰 被拒绝不算什么 说明他不是来者不拒 而且按照他这种性格 说不定以后在一起 就死心塌地至死不渝 可是云黎并没有听进去 依旧死气沉沉 但是邓出奇身为神助攻 怎么会让事情就这样算了呢 他拿过手机 发现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用手挡着手机 被云黎示意 这样看是不是就舒服多了 此刻手机中间的内容被挡住 只剩下最初发的表情包 和傅时泽 最后回的N字 哈哈 好一个断章取义 真有你的邓出奇 那效果自然不错 云黎的脸又红回来了 喜欢一个人 总会特别在意他对自己的看法 发现傅时泽 真没在意他错发的消息 本来云黎应该觉得庆幸才对 可是他的心 却隐隐作痛 感到失望 转眼到开学的时间 有射牛交际症的傅政初 正在帮云黎把行李拿出小区门口 期间嘴巴没停过 和云黎说话 他说十句 云黎才有空隙回了一句 走着走着 已来到门口 此刻靠在车旁的傅时泽 听到喊声朝他们看过去 云黎看到他那一刻 神经开始绷紧 思考以他们现在不熟的关系 又不好喊名字 喊你好 又显得太陌生 随着他的脚步越走越近 云黎脑袋短路 跟着傅政初一起喊了一声 小舅你好 傅时泽不动声色 觉得惊讶 也没有深究 坦然接受这个称呼 回过神的云黎无语死了 他是要做舅妈的人 为什么要跟着喊啊 都差倍了 就这样有惊无险顺利到达学校 幸好有他们的帮忙 不然这么多行李 还真有点头疼 于是云黎打算请他们吃饭答谢 本来想找傅政初帮忙 结果他转头已经和别人聊上了 跟着就看向傅时泽 犹豫该怎么开口 结果这人的视线 就没从手机上转移过 傅时泽像是感受到视线看着他 云黎当即心虚别过脸 忽然听到旁边的女孩说起 要在大学谈一场恋爱 引起他内心的异想 也在这时傅时泽问起他的名字 被转移注意力的云黎没听清楚 如今再次听清他说的话 云黎受宠若惊 紧张的不行 在他说到最后一个字时 忽然咬到舌头痛的不行 以为他没听清重复了一次 结果这就导致傅时泽听差了 给他的微信名 备注云黎离 留意到他退出聊天画面时 异常的平静 云黎想起 昨晚发错消息后的尴尬射死 和他现在的平静反应对比 就像一粒尘埃吹在身上 无必用手清理 等风吹走消失即可 按理来说应该高兴 可是云黎心里却忍不住感到失望 云黎不哭不哭 看他给你取了一个 多么特别的别称呢 很快便来到宿舍楼下 傅政初利用完舅舅 就无情挥手把人赶走 傅时泽也没生气 还亲切对他嘱咐 要好好照顾自己 把行李箱递给云黎时 看见他用期待的眼光 看向自己 脑海中想起 他刚才说的那句小舅 于是也把他当成小辈了 你也是 明明是出于晚辈关心的问候 但是却又一次燃起 云黎心中对他的希望 距离云黎拿下傅时泽又进了一步 因为他要进去EO工作了 都说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下不用愁 没有增进感情的机会 自上次校园一别之后 云黎就再也没有和傅时泽见过面 见不着傅时泽的日子想他 真的好想他 就算他不想 身边的邓初奇 也总是在他的耳边唠叨 这不佑八卦地问起他和傅时泽的进展 云黎傅黑一笑回答挺好的 果然对方上钩了 邓初奇立刻露出一脸兴奋的询问过程 接着听到云黎满口胡言拉扯 无道一定境界 就是挺好的 差点没把邓初奇给无语死了 不过姐妹之间经常这样开玩笑也挺好的 还能增进彼此的感情呢 差不多他也该走了 就在这时响起的开门声 把他俩吓一跳 试下丛生从家里回来了 身边还有个累的半死给他提东西的小四 真搞不懂就回家几天而已 这整得和搬家似的 接着便赶着下去和傅时泽会合回学校 邓初奇听见傅时泽的名字 立马记上心头把人喊住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反正也是顺路过去 正好把云黎烧上 偏偏云黎还觉得害羞不肯走 好人做到底 送婆送到西 那做姐妹的就再帮你一次 东西什么的就留着在这了 下回过来免得再带 走吧走吧 都受到这份伤 云黎也不好再落闺蜜的面子 便同意了 这时第二个神助攻下从生上线 他给云黎牵线搭桥 告知一欧在招人 并且傅政初在下车时 也一起推波助澜 让云黎过去上班 一个两个都在助力 哎 怎么自己身边就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不过呢 云黎还是有点小顾虑 算起来这段时间 他们的交际算多了 现在又突然要去他在的公司上班 害怕会被傅时泽发现自己 对他意图不滚 但是却还是要去的 所以纠结该怎么开口 才能蒙混过关 突然听到傅时泽喊了一声云黎 云黎觉得惊讶 谁 他在喊我 你没有听错 傅时泽就是在喊你呢 你那天的蛋糕 是在你家店买的 云黎发现 暗恋的滋味好难受 因为傅时泽又拒绝了他 一次次的在他身上碰壁 云黎真心觉得好累好想放弃 这回听见傅时泽提起家里老人喜欢他做的毛巾卷 云黎很开心 以为可以借此增进他们之间的关系 结果傅时泽又把这好不容易打开的缝隙给彻底封死 云黎听见愣住了 心里泛起一丝痛楚 他还没开心一分钟啊 被拒绝的次数多了 内心都有些麻木 攻略难度 简直堪比登天 真怀疑这人的心是千年寒冰无法融化那种 顺利到达小区门口 云黎还是礼貌性的和他告别 突然记起去EO上班的事 要和他说一下 免得哪天突然出现在他工作的地方 被他误会 缠着他不放就不好了 虽然是想得澄清一下 但其实内心早已有了答案 却故意说谎 还没想好投哪家简历 继而想要套出傅时泽的想法 如果他介意 那云黎就此放弃这个选项了 不过云黎想多了 其实傅时泽压根不在乎他去哪上班 甚至有点疑惑 为什么要问他的意见 云黎被他的视线看得很不自在 也很尴尬 正想说他要下去 也许是对云黎的迥量 动了怜悯之心 傅时泽居然真的认真 帮他挑选工作 一一询问了云黎旧族的专业 期望薪资 综合考量过后 最终给出了最合适的答案 回到家的云黎 第一时间去看冰箱里的糕点 就过了一个国庆的时间 居然全都坏了 像急了那次找他要微信被拒绝的结果 可是糕点坏了他可以乘坐 而且微信加上了 如今傅时泽又不介意他去EO 也没有表现出反感 可以理解为他并不讨厌自己 那他就当进度清零重新再来嘛 喜欢一个人 心情难免会为了他七上八下 会为了他的一个举动备受打击 一蹶不振 也会为了他的一句话 死灰复燃 重振旗鼓 分析出这样的结果 云黎并没有感到退缩 相反他很清楚自己的感情 所以他会试着不被他的话给伤到 于是在收拾糕点时 下意识数着合适和不合适 就是这么巧 数到最后一个正好是合适 所以这又一次给了云黎攻略 傅时泽的信心 EO 我来了 你见过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人吗 今天云黎算是大开眼界了 还真有这么无耻的人 不过幸好有傅时泽 替他解围 收拾好心情的云黎 今天已经来到EO面试 傅则和他联系的 还是何家梦 并且还和云黎卖关子 会碰到熟人 云黎还期待这个熟人是谁 还能有谁 肯定不是傅时泽 而是搭讪傅时泽被拒绝的杜格飞 之前EO开业 来参加活动的博主之一 进来房间后 云黎心里有点落差 感到失望 突然旁边的男生想和云黎搭话 却被杜格飞污蔑 说云黎高冷不搭理人 云黎心里那叫一个委屈 我只是不太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 不过也没必要和他们解释 反正都是营水相逢 还是准备他的面试重要 半个小时后 面试完的云黎像丢了半条命 就算是一对一对他也是折磨 出去时 还在回想刚才的表现能不能通过 一旁的何家梦 终于等到他的面试结束 过不及待凑近云黎小声八卦 原来杜格飞千方百计 打听傅时泽的消息 来EO面试也是为了追人 云黎听见他的来意略感惊讶 他们公司知道是反感的 不过也不能感人就应付了一下 接着何家梦 便被同事喊回去工作了 妈妈知道女儿今天去面试很关心 顾默时间打过来询问结果 云黎听见妈妈慈爱的安慰声 就想着和妈妈撒撒娇 突然电话里传来父亲责骂的声音 他就揪着云黎内向的性格不放 好好的一通电话 又因父亲的争吵给破坏 他是内向 又不是孤僻不合群 而且内向又有什么错 内向难道就不能好好生活了吗 给自己做好心理按摩后 云黎深呼吸 将怒气压下 没什么大不了 最多再去面试其他公司 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听着父亲的怒气 干脆直接把电话挂掉 云黎很难过 数不清多少次 他的父亲永远不会好好听他说话 但是他已经长大成人 也该给自己做一次主了 等云黎出来门口时 恰好碰到杜格菲和傅士泽搭话 看着他尴尬的表情 明显又在傅士泽身上碰壁了 这回看到云黎出来 以为好欺负 就想着把喵到微信 觉得丢脸的锅甩给云黎 接着装作一副熟络的样子 和云黎搭话 说要微信是云黎的主意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真当我是软柿子好搭捏 不过傅士泽没给云黎发挥功力的机会 转过身看着云黎淡淡询问 你要 那边的杜格菲 以为计谋得逞 用力把云黎推了出去 不好意思 这就给你来一份双人尴尬 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每个人都有不可触碰的逆铃 云黎的逆铃便是傅士泽 听见杜格菲对傅士泽搭讪不成 便诋毁他的身份 让云黎很生气 一起来看看我们云黎 是如何将他对得一脸灰 傅士泽问完话后 便听见同事喊他去帮忙 他走之前还不忘和云黎告别 看着云黎享受傅士泽的特殊对待 让杜格菲极度的面目全非 同时云黎也不想和这种虚伪的人 有过多焦急 却不想这人的脸皮不是一般厚 又抓着云黎贴上来了 伸手不打笑脸人 让云黎一时半会 还不好拒绝他 却不想这人又开始作妖 先是吴忠生有暗示云黎和他抢人 暗讽云黎是因为听见他追傅士泽 才跟着行动的 感情这人追来就是宣示主动权 云黎感到好笑 原来人在无语到极致的时候 真的会笑出声 可是听到他诋毁傅士泽 是个没本事的修理工 并不感兴趣时 云黎心中涌起一股火气 用力将手抽回来 偏偏这人还嫌弃傅士泽身上脏职位又低 这一下彻底把云黎惹恼了 明明是自己没本事追不到 却又装清高看不上 而且他的目标还不止傅士泽一个 看我不对死你 既然你条件这么好 他怎么没把威信给你 好样的直接命中把心 那看来他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人家是什么职位 每个月赚多少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虽然顺利将他骂跑了 但云黎回到家 仍然很气愤 被他倒打一耙 又在背后说人坏话的行为感到恶心 不过说起 傅士泽是修理工 云黎是不幸的 以他的能力足够去大公司 或者搞科研 留在一欧 估计是帮亲戚 白天别说曹操 因为曹操马上就来 看着傅士泽打来的视频电话 云黎感到很惊讶 可下一秒 却惶恐犹豫着不敢接 终于等他做好心理准备接通时 对面已经把电话挂断 心中感到后悔失落 为什么他不能再勇敢一点 长叹一口气埋怨自己 可机会错过就是错过 却不想对面又一次打过来了 说什么也要把握住机会 给自己信心勇敢一点 不过开视频是不可能的 转语音通话不就行了 但是接通之后 对面却没传出一点声响 不久才传来一点电流滋拉的响声 是傅政初邀请云黎 去参加学校摆团会活动 没有听见傅士泽的声音 云黎心情一落千丈 连话都忘了回 那边的傅政初 只是觉得疑惑 并没有察觉出问题 在听到催促声 才说他可以过去帮忙 不过他还是想弄清楚 傅士泽在不在现场 但是傅政初已经把电话给挂了 看着挂掉的电话 云黎的反应有点错愕 他话还没说完 所以傅士泽不在现场 你就不去了吗 要说真心话哦 答案不是明白着的吗 他只能羞愧举手投降 我有罪 我赎罪 幸好云黎还是去了现场 不然就错过和傅士泽互动的机会 还能这么近距离的和他接触 活动现场人头有动 云黎一路进来 已经收了一堆传单 那边的傅政初 发现云黎赶紧招手呼喊 目光被他手上的传单吸引 赶紧向云黎推销起他的社团 并且还拉了一笔赞助 实则就是自家人给的 估计是被他磨得不得不投 还自豪地向云黎求表扬 不过云黎的心思 已经被一旁的傅士泽给勾走了 从发现他身影的那一刻 目光就像粘在他的身上 再也挪不开 也许云黎的视线太过炽热 傅士泽突然转过脸 云黎被他当场抓包 羞红了脸 呆呆愣住 随后别过脸躲开他的目光 心不在焉敷眼傅政初 嗯嗯 厉害的 得到认可的傅政初 信心膨胀 居然又想顾忌重拾欺负舅舅 帮他离离待会要派发的奖品 突然 云黎被其中一件奖品 吸引了注意力 是一个印有EO标志的月亮帆布袋 图案和傅士泽的头像很相似 突然傅政初又一次向云黎要表扬 云黎面露尴尬复合 趁机插开话题说 他早上恰好去EO面试了 傅政初听后 并没有多想感到高兴 接着还没大没小 叮嘱舅舅不要给云黎添麻烦 无端给他盖这么大的一顶黑帽 傅士泽心声不愿拍了拍手 那我回去了 傅政初赶紧把人拉住 他走了那这个摊位可就开不成了 不是你说的不添麻烦吗 傅政初赶紧投降转运话题 让云黎挑个纪念品 害怕舅舅走掉点名 要他帮云黎留着 云黎直勾勾盯着桌上的帆布袋 却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 起码多问一下 或者让他自己挑也行啊 见他说都挺好的 傅政初干脆自作主张 给他塞了一个水杯 云黎顿时被他给干猛圈了 明明他看到云黎的视线 却说帆布袋背出去 跟打广告似的 最后还以为自己做了天大的事 而云黎只能装作开心和他道歉 内心其实已经快要哭死 帆布袋再见了 但是傅士泽却把云黎难过的情绪 看在眼里 随后戴上眼镜 准备调试设备 看到傅士泽一个人忙活起来了 云黎赶紧凑过去要帮忙 于是傅士泽指挥云黎和傅政初各站一边 然后慢慢朝云黎这边先走了过去 看着他越靠越近高大的身影 云黎的心脏越跳越快 脸色逐渐变得红透 此刻感觉周围吵闹的声音都变得寂静 只剩下他快速跳动的心跳声 他的气息也在这一刻 无限被放大 一步一步 接近 吞噬我的空间 我想后退逃离 却又渴望他继续接近 和傅士泽相处得越久 云黎的心就沦陷得越深 原来在他冷漠的外表下 深藏着一颗细腻又体贴入微的心 顺利帮傅士泽把设备调适好 云黎蹦搭的心 也终于可以歇一会了 这时傅政初大喊一声舅舅 不满派发的传单太多太过分了 谁叫你死皮赖脸求赞助 得让你知道 不是白给的 抗议我抗议 小舅你的人性呢 不过吐槽完毕 还是得乖乖听金主的话 云黎不忍心让他一个人 便接过一半的传单 把傅政初感动得一塌糊涂 李李姐 你人真好 接着朝傅士泽得意的炫耀 看看吧 这就是你和李李姐的差距 这都多少次了 还在挑衅他的底线 那就让你长长记性 看着傅士泽从他手里 把传单抽走一半 云黎的小鹿又开始蹦跚了 傅政初赶紧奉上堆成小山的传单 小舅 你怎么不拿我的 只见傅士泽淡淡给出答复 因为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 这一刻 云黎的心脏猛烈跳动 呆呆愣住 虽然知道他说的是异性之间的帮忙 但是云黎不得不承认 他的情绪已经被傅士泽这个人牵着走 根本不受他的控制 受傅士泽颜值的影响 来体验的人很多 傅政初顺势让云黎拿瓶水过去预防中暑 但是看到他还在忙着 云黎不知该不该出声打断 并且旁边的女孩还出言求指导 云黎握紧手上的水 选择默默退回一边 等他先忙完 忽然一只手伸到他的眼前 将云黎还没来得及阴谋的情绪扼杀在摇篮里 是傅士泽 原来他知道自己过来找他了 于是就把手上的水递了过去 只见傅士泽轻松将盖子给拧松 然后递回去 云黎看着他的动作呆住了 等到云黎把水接过 他才接过另外一瓶 这次拧开后 就直接喝了起来 细节见人品 这么体贴入微的男生 真的很加分 怪不得会让云黎为他着迷 这换谁不迷糊呢 更何况 这颜值可是比桑岩和段佳许还要高呢 所以 就算被这个刀枪不入的冷冻瓶颈子伤到 云黎也还是忍不住信向他靠近 体验活动很快接近尾声 忽然有一个女生 对帆布袋也感兴趣 想要拿走 傅士泽侧过脸 若有所思 因为那是最后一个了 不好意思 这个刚才有人要了 换一个吧 没听说有人要啊 傅士泽你这个给谁留的呢 下次更新在8月13日 欢迎亲亲们来打卡 幸好云黎来参加学校的活动了 不然就会错过与傅士泽相处的机会 更加不会看到他展露的笑容 原来这块西伯利亚冰块也是会笑的 而且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活动结束在收拾东西时 云黎留意到傅士泽特意为他预留的帆布袋 心中欣喜若狂 但又不好意思干要 询问他能不能玩 偏偏附证出就是没眼力见 直接戳破云黎的脸面 怪不得他会追不到丧志 就这情商 压根和断加许不是一个等级 还是傅士泽贴心陪着云黎一起演戏 奖品只剩翻不带了 云黎立马心花怒放 我就是想体验一下 奖品什么都可以的 不重要 真的 傅士泽被云黎的口是心非逗笑了 他果然没有猜错 这一笑犹如昙花一现 不过还是被云黎发现了 心跳如雷贯耳 他刚刚是笑了吗 也直到这时 傅政出才恍然大悟 反映出云黎的目的 又一次大胆咧咧把东西塞过去 直接拿就好了 我真是谢谢你了 接着傅政出又催着傅时泽 加快速度去吃饭 仿佛刚才那一幕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过云黎看着忙碌的傅时泽 心里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难道他早就发现 我想要翻不带了 是答 他不但长得帅气聪明 还很细心照顾女生的情绪 吃饭期间 傅政出通过云黎喜欢吃面的习惯 知道他是西服人 读言之前一直都在西服居住 又聊起傅时泽 是他们西科大的学霸 对于这个消息 他当然知道 却假装不认识 避免让傅时泽知道 私下调查过他 但云黎的反应 却又过于平静 所以 粗心如傅政出也察觉不对劲 你不会之前就知道了吧 把云黎下的心里咯噔一下 我刚刚反应过来 但是演戏演全套 我还是假装震惊一下 那你真是太厉害了 却不料眼过了头 让场面一度尴尬极了 连淡定如老牛的傅时泽 也感到无语 吃饭吧 就在云黎以为顺利蒙混过关时 傅政出又起了一个话题 说起傅时泽小时候 骗他一起上同一所学校 明明说好 以后一起上学 越说越生气 干脆胡口夺食几分 因为他坚持两天 直接跳级到了初中部 向云黎讨要说法 和他站一个队伍 这让云黎很煎熬 偏偏傅时泽跟个没事人一样 不闻不问 那云黎自然偏向傅时泽这边 他也没说谎 确实和你在一个学校 而且他也没办法 再怎么说 生的聪明 也不是他的错 你说是吧 这不就是拐着弯说傅政出笨吗 所以 话题又一次被云黎给聊死 连带傅时泽 也被震惊的呆呆愣住了 傅时泽以前不是这样冷冰冰的 通过傅政出了解他的性格 反而活泼开了 云黎知道这个消息很意外 对他的认知 好像又多了一点 不过在此之前 傅政出还在埋怨 一直活在舅舅的阴影下 甚至又一次夺走傅时泽加起的食物 让傅时泽有了想揍他的冲动 云黎也深有同感 他这嘴巴巴拉巴拉 跟个机关枪似的 吵得让人实在很心烦 但也只能耐着性子安慰 别难过 傅政出立刻露出期待的小眼神 以为找到能懂他的人了 直见云黎冰冷给出答复 都是普通人 咱要有自知之明 瞧这小模样 居然跟傅时泽有五成相似呢 在他吃别震惊的模样下 傅时泽点了点头继续补刀 接受自己并不可怕 直接把傅政出对的那叫一个可怜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小两口对人的功力 真是旗鼓相当 谁让他一直说个没完 不过后面云黎又领教了一次 吃完饭出来 傅政出看到自己喜欢的甜品在售卖 面露兴奋询问舅舅想不想吃 其实就想给他买单 想吃就去买 也没有忘了身后的云黎 显然真把他当成小辈 把云黎吓得连忙拒绝 但是有傅政出这个机灵鬼带 想要拒绝是不可能的 之后傅政出又开始唐僧念经的模式 一个劲地给云黎安利分析甜品 让云黎再一次处于崩溃边缘 他怎么这么能讲 傅时泽居然能受得了 傅政出见云黎没有回应 疑惑怎么不理他 云黎没有回答 而是问起 以前是不是也和傅时泽这样聊天 以前小舅的话比现在多 不像现在这样 有关傅时泽的事 他就很感兴趣 那他一般和你说什么 问我是不是长了两张嘴巴 原来他也有如此幽默的一面 改变了云黎对他的想象 虽然傅时泽不怎么搭理傅政出 但对他的态度 几乎可以用宠溺来形容 虽然会有生气不满的情绪 却永远没有炸毛的一天 这让云黎刷新了对他的认知 这样情绪稳定的对象 真的好想谈 挑完甜品后 云黎还不忘要给傅时泽带雨 却不料傅政出给拒绝 他已经把傅时泽培养成排队 和买单专业户 能把坑就说得这么自豪 你算是头一个了 不过傅时泽还真是表现得毫无怨言 乖乖买单 但是云黎却过意不去 赶紧拿出校园卡 要付自己的那一份 不然傅政出留意到校园卡上的相片 图片上的云黎留着长发 比现在更加稚嫩可爱 让人一看上去就挪不开视线 傅政出赶紧凑近询问 李莉姐 这是你本科时候拍的吗 翻部包上的秘密被傅时泽知道了 因为云黎对他表现得太过喜欢 爱不释手 次数多了 就被傅政出察觉出来 小舅 包上的图案跟你们头像挺像 原来校园卡的照片 是沿用云黎高中的图片 本科毕业采集照片时 正好有事回家 听完他的解释 傅政出越看越喜欢 长发也很好看呢 小舅你说对吧 傅时泽还是保持一贯冷漠的作风 没有答复 而是默默地把账单结清了 第一次体验 被异性买单 云黎感到不好意思 想要转回去给他 虽然小舅两个字很烫嘴 还是喊出来了 傅政出却接受得心安理得 突然云黎替傅时泽感到可怜 当傅政出的小舅 好惨 当即让傅政出 不要老欺负人 你小舅人挺好的 傅时泽有点惊讶看着云黎 没想到他会替自己说好话 云黎立刻别过脸 他哪有勇气面对他的视线 这么暧昧的一面 傅政出却没发现他俩的小动作 对云黎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等小舅谈恋爱 他肯定就老实了 接着八卦撞了一下傅时泽的肩膀 小舅 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个舅妈 给你三份颜色就开染房 直接把东西塞过去 吃你的面包 给云黎时就很温柔 轻轻抵在他面前 云黎面露喜色接过道谢 接着心满意足装进包里 再次看着包上的图案 像得到一件西式珍宝似的 爱不失手妈撒着 不解看着他的动作 询问背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云黎对他打击你喜欢 而且他还是傅时泽 特意为他留下的 不过尺寸对他来说有点大 不知不觉 太阳已经熄落 今天傍晚的天色 如同他的心情一样美丽 于是想拍几个空镜 当素材备用 拍着拍着 忍不住把得到的帆布包 也加入进来 就在这时反应迟钝的傅政出 发现了一件事 咦 小舅 黎里姐那帆布包上的图案 跟你头像挺像的 接着点开傅时泽的微信对比 都是月亮 就颜色不一样 观察力还不错 就是情商低了点 因为他居然没有往云黎 喜欢傅时泽的方向想象 而是开启了黄枪 忍了一路的傅时泽 终于忍不住生气 毕子 走在学校的路上 学校的广播 正好播放 男理工风云人物的采访 被问到大学有什么遗憾的事 遗憾吗 那大概是没谈过恋案 云黎突然感叹 傅政出和自己弟弟都太神了 走着走着都会来个三分球 傅政出突然好奇 云黎本科有没有留下这遗憾 云黎表现得很不自在 有点紧张 我没谈过恋爱 以防他们再问下去 赶紧转移话题问起他们 傅政出倒是一个花心大萝卜 居然谈过四五次 虽然每次都不久 他谈过多少次云黎不在 他在乎是傅时泽的答案 感受他们两个的视线 傅时泽有点惊讶 显然没想到 他们两个会问到自己身上 见他迟迟没有回答 云黎继续催促 小舅也是吗 谈了四五次 能问出这个问题 明显是高估他的情势了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